9月16号9时28分 随着3U8013航班稳稳落地 四川甘兹州第三座高高原民用支线机场 海拔4068米的甘兹格萨尔机场正式通航 当天 记者踏上穿航3U8013飞机前往格萨尔机场 经过一小时的飞行 航班平稳落地 现场还举行了隆重的通航仪式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丽参加仪式 并宣布机场正式通航 负责此次飞行的带队机长杨辉向记者介绍 首航飞机选择的是A319机型 是专门为高原设计的高性能的单通道大型客机 今天我很荣幸作为首班机长来执行这个成都格萨尔航线 格萨尔机场的选址非常的好 然后周围的地形对我们的飞行安全没有太大的影响 今天天气很好 然后对我们来说其实不算很大的考验 甘兹格萨尔机场于2017年6月城市开工 历经两年多施工建设 提前一年半时间达到机场开航条件 该机场是中国西南地区第50个民用运输机场 也是第5个4000米以上的民用运输机场 机场旅客吞吐量将可满足年50万人次 通航后不仅改善甘兹州康北片区50万农牧民 山高路远翻山越岭的交通状况 还将成都到甘兹州康北腹地的距离 由过去的十余小时车程缩短至一小时 同时对提升周边地区的应急救援 抢险救灾能力 巩固国防 维护地方社会和谐稳稳定 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全域旅游发展 助力脱贫空间和全面建成小康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甘兹信马来镇24岁的康朱泽西告诉记者 以前去成都要坐很长时间的车 特别是老人很不方便 但现在飞机开通了 他能带爷爷坐飞机去拉萨 三亚等地了 据悉 甘兹格萨尔机场除开通至成都的航线外 还将计划开通至重庆 西安 昆明等地航线 并力争实现州内三机场环线护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而且是在中国完整的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